好的,这里是楼王 昨天的话,我不是发布了一个口含蟑螂的视频 不是口,嘴含蟑螂的视频 然后呢,有很多人给我回复 其中我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回复 它上面说的非常棒,非常牛逼 那么拍这期视频我主要就是因为看到很多人在回复 然后我就比较害怕蟑螂 害怕蟑螂我知道,很多人都害怕蟑螂 但是头一次听说这种害怕蟑螂的理由的 所以在这里,我也相当于是做一个科普 让大家知道,这些,这上面说的很多话呀 都是有问题 当然,我没有说要抨击这位人士 他发的这个,他帮我回复,帮我评论 还是非常感谢的 至于他说的内容,我这里正好 给大家做一下科普,闭一下谣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首先第一点,他说这人纯粹是在作词 这可是对的 一般大点的蟑螂大多是猛的 从这一点开始 首先,并不是说大一点的蟑螂都是猛的 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种类 他其实,猛的还比弓的要小一点 这是要看蟑螂的种类 但是蟑螂,螳螂,以及大部分的这个 直翅走墓的昆虫啊 他们的确,啊,母的都会比大的 这个,啊,母的都会比弓的大一点 但是我们说一般大一点的蟑螂都是母的 这个不能确定 你看这个蟑螂也是大一点的 但是像这种大小体型啊 他有可能是弓的 当然这只是母的 嗯,这个要看种类 就有的种类,他可能,种类很小啊 那他的母的也很小啊 那有的种类,他弓的也很大啊 他整个种类就那么大,对吧 所以这一点是不对的 然后后面这句 因为弓蟑螂在交配的过程中 头部开始会被母蟑螂吃掉 啊,你确定这不是在说螳螂吗 我见过蟑螂交配很多了 蟑螂交配几乎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什么交配的过程中 母蟑螂会把弓蟑螂的头吃掉 这个是出现在螳螂里头的 而且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蟑螂种类都是这样 有的蟑螂种类 他就不要跑到蟑螂旁边 有的种类他就不会 有的种类的话 他就是,因为这个其实关键是要看螳螂的性格 就有的螳螂他们种类啊,非常凶悍 他们就可能,只要是活体就会尝试去吃 这个我之前的视频里头也讲过 但是也不完全是所有的螳螂都是 其实蟑螂,不存在的 好了,下一条 而母蟑螂只要交配一次 就会变成雌雄同体 哇哦 我的天,我害怕了 也就是说这祸其实是服他吗 这里地线摇啊 他的意思是说,从此之后就不再会啪啪啪了 就可以自性残卵 这句话其实是对的 怎么说呢,就是这样的,我们这么说吧 雄性蟑螂,他在与雌性蟑螂啪啪啪以后啊 他会把那个精子存在雌性蟑螂的体内 雌性蟑螂会保存这个精子 因此他每次其实可以只用一点点精子自性怀孕 但这并不是说雌雄重体 他只是存了这个雄性蟑螂的精子 精子而已 所以他这个话,后院这句其实算对 他的确是可以自性残卵 不需要再啪啪啪,但是雌雄同体 不不不,没有这么屌,没有这么屌 然后下一句 母蟑螂一次可以产六百多个卵 哇哦,太厉害了 我这么说吧 我们就说像,所以产量比较高的啊 像这个,我们说Hezer 就是马岛发生蟑螂 他算是产量比较高的 他有一次顶多五六十个 超过几百个的几乎就不可能了 一次性啊,一次性 我们要说一年超过五六百个 可能有,但是我没养过那些种类 但是如果说一次 一次那么多 母蟑螂哪装不下呀 而且还有一点 他们说这个东西是产卵 哎,不要跑到我眼前 这个东西是产卵 像这个黑胡椒啊 巨人黑胡椒蟑螂 它就是不产卵的 它属于软胎生 软胎生 所以他后面这句话 其实他说的有些还是有一点道理 但是都错了 就是他可能是看到了一些比较对的东西 然后产生误解 说孵化出后的小蟑螂会被母蟑螂在身上带一段子时间 他说的应该是卵胎生的意思 就是说有些蟑螂像杜比亚蟑螂 以及像这种巨人黑胡椒 他们很多种类,包括马岛发生蟑螂 他们的这个 他像这种啊 他们就是属于会把卵存在这个母蟑螂的肚子里 然后会孵化成那种小蟑螂的幼体还在肚子里头 然后等到这个小蟑螂有自己的 真正有自己的能力了 它才会出来 其实不是把小蟑螂放到肚子里 是把蟑螂放到肚子里 我们这么说吧 就是说母鸡会孵蛋 对不对 那它们怎么孵蛋呢 蟑螂它就有些种类 它就是把卵塞到自己的雌性生殖器里 塞到它的里 然后呢 等它那个卵孵化了 它再把它存放出来 这样的话可以很安全 就是外面 如果你直接把卵放到外面 有可能有别的掠取者去吃掉这个卵 那为了防止这一点 所以它们就把这个卵直接存在肚子里 不是存在肚子里 存在里 OK 后面一句 视频里这个人是在做此 自己是对的 如果不小心把母蟑螂还在嘴里 说不定会有很多 许多小蟑螂掉 掉进嘴里 蟑螂它再怎样 它产蓝是要时间的 它不可能要这样残乱的 它是需要一个非常体力消耗的一个过程 跟人一样 人生孩子也是很累的一个过程 它要很安静 要适应的环境 非常安静的环境 才能确保一直残乱 然后像这种种的根本就不是残乱 是残幼体 这也都不会存在 不会说什么 含到嘴里还会铲出幼体来 这是不可能的 这的确是母蟑螂 我告诉你们这是母蟑螂 这是母的 肚子里不可能是会有小蟑螂的 唉 真是 再进入肚子里 发现得早还好 晚了就要动手术了 这里我科普一个 跟昆虫学无关的东西 我们人肚子里是有胃酸的 这种东西到肚子里还能那个 你真的 你们就相信那个说什么 吃了西瓜子到肚子里头 然后就可以在肚子里长出西瓜调化吗 唉 发现早还好 发现完就要动手术 别骂我 也不 也不完嫌恶心 这是真的 所以说今 其实我怎么说呢 我没有想骂他 因为世界上很多各种各样的说法 做什么吸引啊 尾巴断了 然后会转到耳朵 这种东西很作戒 我的任务就是要把这种东西 这种误区啊 给他指出来 这些东西是错的 我就要说明这一点 他们是错的 这东西不是真的 所以说 我也不想骂他 因为这个大家情有可原 大家都是 对吧 我也有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东西 当然在这一块 我是不会有错的东西的 但是 所以说我的任务就是要帮大家指出来 所以说在家里 如果发现这张导 一定要翻箱导 会处理干净 不然以后杀不进的章狼 这点我科普一点 首先第一点 我这个 它属于硕连 它属于另外一种章狼 我们说一般的章狼 我们家里的章狼属于匪延 就是硕连 还有很多别的基连什么的 我们家里一般都是匪延和基连 然后他那些种类的话 跟这个种类其实差别很大 我们就这么讲吧 这东西就是仓鼠 我们家里就是 叫什么 棕鼠 棕鼠 就家里那种地沟里爬那种老鼠 都是鼠啊 对吧 我们还有龙猫的 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 一般说美洲大连德国小连这些东西啊 他们 要不要翻箱倒汇的差 这一点的话 我只保留态度 因为我在家里是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章狼的 只有我自己养的章狼 没有外里的章狼 这里有一点很关键 第一你的小区环境 你的小区环境要好 如果你的小区环境 本来就容易滋生章狼 到处都有垃圾 到处都是乱丢的 那你家里再怎么好 他章狼早晚会跑到你家里去的 这是跟小区 如果说是家里看到的章狼 如果是一两只的话 其实的确 就是他有一个阴暗角落 或者有食物来源 或者潮湿 这些地方 这个要去查 至于说全部都要翻箱倒规 我觉得没多大碗用 所以说总体来说的话 这上面有很多东西 其实他应该都是有他的这个来由的 但是很多内容他错了 他搞错了 像比如说公章狼 会被母章狼吃掉 他这个完全就是把 螳螂的帽子盖到这上面去了 以及雌雄同体 这个完全是脑补出来的 反正我认为是这样的吧 对于家蟑螂和以外蟑螂 还是要大家区分一下 真正危害到人的蟑螂 就是那么十几种 都没有十几种 一般就是德国小链 美洲大链 澳洲大链 这些东西 日本小链 基本就是几种 像其他还有多少 还有三千多种蟑螂 三千多种 将近四千种蟑螂 他们都生活在乙鱼林里 他们跟什么甲虫 蝴蝶一样 他们吃水果 吃那个落叶里头的腐质 吃花粉 吃花蜜 他们吃那个 当然也有吃动物遗体 人们生活中我们叫家蟑螂 家庭的家 家蟑螂它就那么十几种 那里外还有几千种 那些东西 跟我们看到的 这个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能说 我们讨厌老鼠 讨厌老鼠在家里到处出来 我们就讨厌所有的孽齿荣 甚至讨厌所有的哺乳缸 是吧 讨厌兔子 因为长得像老鼠 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其实很多人 其实他是分不清这个概念 分不清 总觉得蟑螂都长一个样 其实蟑螂这间差别也很大 好 那我这期活动 这期视频也就拍到这里 给大家科普一下 我欢迎大家 如果说有一些疑问的话 大家问我 可以私信问我 也可以在评论区问我有关 一切蟑螂上面的不了解 或者误区 错误 也有一些 就会感觉像是错的 但不能确定 那些东西 全都可以跟我说 我一一答复 好 那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